日本就沒有用過愛奇藝的平台 大家在上面看 600萬的台灣人會因為抗愛奇藝的關係被大陸洗腦嗎 未免把我們台灣人想的太笨了吧 民進黨在防疫這塊呢 我們確實是覺得束大拇指 因為呢 包括民調民意也是很滿意的 但是如果在這類的這種議題上面繼續這樣子講的話 我覺得對民進黨第一個是扣分的 為什麼呢 他其實這樣的說法本身就矛盾 他又說他非法 又說無法可怪 抱歉在法律上面來講 如果你今天是無法可管 你沒有相關的法律 你不能稱呼他為非法 那你就是要去制定相關的法律 那為什麼Netflix他是合法的 愛奇藝是所謂他講說沒有合法的 是因為愛奇藝他是來自大陸 所以他們審查的這個條件不一樣 所以你要制定一個法律 這樣子愛奇藝他才能針對相關的他去申請 他才能合法 所以他不是他今天他故意要違法 是因為我們立法怠惰沒有去做相關的法律 那再來就是說呢 蘇院長他講說一定不能讓中國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 我要請教蘇院長 這個愛奇藝他平台他是要做統戰用的嗎 還是說所有大陸來的東西 你都把它先視為要做統戰用的呢 他知不知道有多少台灣人下載愛奇藝他看的是什麼劇 是台劇 現在有一部非常我不知道能不能講名字 但是有一部非常火紅的台劇 就是在愛奇藝上面播放的 這就是台灣人他我們的好的劇 被大家看到被台灣人看到 而且他可以賺錢的方式 結果我們的院長講說 這個是讓中國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 所以我合理懷疑 范雲根本就沒有用過愛奇藝的平台 大家在上面看600萬的台灣人 會因為看愛奇藝的關係被大陸洗腦嗎 威免把我們台灣人想的太笨了吧 有多少看那個都是投蔡英文的 你看對不對 另外他說600萬人訂閱嘛 那你今天蔡英文得817萬票 結果我知道我一堆民進黨的朋友 全部都在看愛奇藝 因為好用實用 所以我們要想的是說 這個平台有沒有辦法去規定什麼樣的法律 讓他可以合法在台灣上架 但是他如果裡面有涉及統戰的部分 真的有這樣子文化的這種打劫 那我可以用這個法律去管他 但是如果他只是純粹的他要去販售 比如說華具這樣子的一個節目的話 我們有必要做這樣的限制嗎 再加上我覺得蘇院長他就講這個 直接就直接就把這愛奇藝講成說 就是中國要併吞台灣 我覺得這句話太過了 所以連PTT包括八卦版 這個應該是比較偏綠的 網友都覺得不知道你們在搞什麼 他就說我都有看愛奇藝啊 我沒有被統戰 而且裡面大家有去檢查 其實沒有什麼統戰的內容啦 真的真的很少 這個比Youtube還要少啦 你去看Youtube上面統戰的內容 什麼網港版很多Youtuber 他做統戰都比這個愛奇藝還要緊 范園老師在說有關說會不會文化併吞啊 你會有那麼的嚴重性嗎 這就是大家對中國政府就沒有信心嘛 你問他所有的 只有范園而已 一般網友沒有這樣想好不好 那台灣確實相對落後 我認為政府的行政如果跨部位 就很難推啦 如果跨三個部位就根本推不動 他這個是誰管 NCC說你那個經濟部要管 經濟部說 他管平台不管內容啊 內容是文化部啊 他說文化部要管 他說沒有沒有 這個中國 大陸入資 經濟部投審會 再來一個 入圍要管 這個至少我們這樣看就 四五個了 根本就推不動 剛剛巨星委員講到說 因為他跨三個部位以上 可能就沒有文化處理不行啦 因為其實愛奇藝的東西 其實之前也被討論過 然後NCC也說那個不是我出管 那個 就沒有一個單位可以 完全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你們還是得談啊